繼續來關心車禍的消息 救了另外在賓國沒有兩國手上一路只要 將他送往便宜地了 現在看到一個老婦人躺在地上 然後被機車押住 那我們現在人因為叫他 他沒有辦法馬上有明確的回答 所以我們給予上常備版的警圈 然後將那個機車移除之後就送了 經濟了到目前軍飛橋 躺在時間當中 上下班車流量很大 當時雙方在經過時 都沒有發現對方他們處處理 後果在騎手並沒有生命負責 後來車的原因由近方調整當中 先想到人家的奇蹟方不得 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